一场震惊硬度的谋杀案 没有人相信一个父亲会杀害自己的女儿 这起案件的发生还要从这天早上说起 这天是周六 清洁工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医生夫妇的家中打扫 平时都是家中的仆人开门 但这一次清洁工敲了很久都没有人硬打 父亲俩被敲门声吵醒 打电话给仆人却没人接听 妻子为清洁工开了门 随后进入了女儿的房间 他们惊讶地发现女儿被杀了 夫妻俩报了警 来到的警员看起来十分散漫 一边接着上司的电话一边敷衍了事 没有任何的准备和防护 直接进入了案发现场 问了死者的年龄 拍了照片 就从房间里出来了 任由人来人往破坏事故现场 他们开始对医生夫妇询问 第一个问题就让人不适 他们怀疑这个年仅14岁的女孩 是被学校的男友情杀了 在一旁的父亲听着有些愤怒 现在有一个人死亡 一个人失踪 他们却还在问这些蠢问题 而不是先去找失踪的人 警员们听着有道理 于是开始行动了起来 医生的助力给警方提供了些线索 失踪的仆人十分好色 相当的粗俗 和死去的女儿好像有着微妙的关系 警员听后更加断定 女儿的死是仆人所为 但这个猜测很快被推翻了 他们在天台处发现了仆人的尸体 因为过了一个早上才被发现 尸体已经腐烂 发出难闻的味道 旁边的人都在捂着鼻子 调查的警员却在搂着拍照 只为记录自己工作室的心情 拍照的时候 他们发现身后的墙上 有一个血手印 他们用手机拍下照片 却忘记取证 夜晚那场大雨将手印冲走 关键线索就这么没了 这件离奇的案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局长迫于压力想要快些破案 他将压力给了手下的警员 警员根据手头问到的口供 和自己的异想 将怀疑的对象 转移到了医生夫妇的身上 大半夜的女儿和普任相继被杀了 隔壁的父母却不知情 这怎么都说不过去 细子解释 因为房间的空调有很大的噪音 外面发生什么他们都听不到 警员并不相信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现在是唯一和案件有牵连的人 通过调查 警方知道了 父亲俩的感情不和 女儿很有可能知道这件事 于是和普任思通小气他们 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成了 他们指认医生夫妇的证据 案件明明还在调查中 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证据 警察却将医生带回了警局 局长更是迫不及待地展开了记者招待会 声称案件已破 医生就是杀害女儿和普任的凶手 并说这是一起维护自身名誉的案件 他们根据道听途说的证据 串联了一个故事 那晚 医生工作到深夜 疲惫的他想要喝点小酒 使唤普任弄点冰来 却得不到回应 等打开女儿的房门 发现普任和女儿睡在了一起 因为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 所以愤怒地拿起武器 朝着两人打去 为了伪造有人闯入的假象 他拿起了手术刀 将两人脖子上都划了一痕 警方要求医生认罪 这样还能宽大处理 听了这个故事的医生流下了眼泪 他很爱自己的女儿 还没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 却又被指认为凶手 他哭着说 我没有杀自己的女儿 请你们相信我 换来的 只有冷漠 得到消息的媒体 开始大幅报道这起案件 群众不相信父亲 会杀死自己的女儿 而警察的无能和猜测 是对去世女孩的侮辱 又是要求他们下台 争议越来越多 内政部只好将这些案件 交由CDI负责 CDI的负责人名叫库马尔 他比上次来调查的警员靠谱得多 他带着同事来到案发现场 细致的调查和取证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也去见了被关押的医生 询问事情的经过 医生说起 发现女儿尸体的时候 哭得很是伤心 从发现尸体到为他举办葬礼 他们甚至还没有时间 为失去女儿哭泣 现在却被怀疑是杀人凶手 医生的真诚 让库马尔有些动容 但办案讲求的是证据 他来到了夫妻俩的房间 开始测试空调运行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一对人在房间里开空调的时候 另一对人在隔壁的房间 大声唱歌 摔杯子 结果证明 在空调运行的时候 噪音分贝达到了90 根本无法听到外面的声音 为了进一步确认 医生夫妇没有说谎 库马尔给他们戴上了测谎仪 结果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的波动 在确认了夫妻俩说的实话后 库马尔开始问责 之前负责案件的警员 他询问警员 是怎么得出 为了名誉杀人这个说法时 警员笑着回答 根据我的经验和辛苦调查 得出的结论 他第一个到达现场 不仅没有将重要的血手印取证 孩子进屋的时候 严重破坏了现场 采集的指纹 也没有一个是清晰的 库马尔再次愤怒的质问 是怎么得出 名誉杀人这个结论的 他这才说出 是医生的助理说 仆人和女儿 有不寻常的关系 得到了这个线索的 库马尔所访的证索 知道在事发前 助理在工作中出错 医生很是愤怒的责骂了他 助理怀恨在心 在朋友面前抱怨 一定会让医生付出代价 知道情况的 库马尔搜查了助理的家 在柜子里 发现了作案工具 为了知道那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库马尔将其催眠 被催眠的助理 说出了案发当晚的情况 那天晚上 助理和两个朋友 在仆人的房间里喝酒 磕碎的他们 不仅口出狂言 威胁仆人 再到外面的酒柜里拿酒 仆人害怕 他们手里的刀 只好同意 却不想 那三个恶徒 趁着仆人去拿酒 闯入了女孩的房间 想要图谋不轨 女孩激烈反抗 他们便狠狠地打向了他 女孩的头部受伤 晕了过去 因为害怕出事 其中一人逃走了 发现不妥的仆人 想要去隔壁寒行医生 结果直接被助理 带到阳台杀害了 血手印也是助理 不小心留下的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经过 根据助理说的话 他们很快找到了 与他们一起 作案的另一个人 但他们都不承认罪行 用催眠录下的视频 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幸好还有一个 带血的诊套 只要等检验结果一出来 重交给法院就可以了 这件案子算是尘埃落定了 上司在退休会上 很是高兴的致辞 并说 这个案件的破获 是送给新任上司的礼物 可新任上司和之前 警察局局长是老同学 如果案情被推翻 那局长的位置 很有可能不保 于是他拜托新上司帮忙 新上司知道 库马尔已经收取了证据 收买了跟在他身边的小弟 小弟动了些手脚 使得检验报告出错 郁闷的库马尔来到夜宵店吃东西 不以前听到老板娘 说出了那个名字 伯哈红 正是那个案发当晚逃跑的人 库马尔询问老板娘 伯哈红是谁 老板娘解释 在尼泊尔 说话结巴的人 就叫伯哈红 根据这个线索 库马尔找到了 那晚逃跑的结巴 二话不说 直接上手 害怕的结巴忙说 自己会上庭作证的 接着和小弟一起拍摄了 他叙述的案发情景 只是当新上司 看到拍摄的视频后 愤怒不已 他说库马尔是言行逼供 并拿出了他打结巴的视频 看到视频的库马尔明白了 是小弟背叛了自己 他愤怒地揍了小弟 新上司也趁着这个机会 将其停职 因为没有在90天里 交新证据 两个恶徒被释放了 新上司和小弟 也开始寻找别的人 来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他们想方设法地 推翻库马尔搜集的证据 打算将医生夫妇 重新定罪为凶手 因为两份结论消差很大 调查局组织的会议 让库马尔和新人选参加 看谁能说服谁 库马尔认为 办案应该是先搜查证据 再去断定凶手 但另一方显然是根据结论 去搜集证据的 这已经不符合办案的流程 两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但始终无法有个定论 库马尔之前搜集的证据 已经完全被篡改 或者是销毁了 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很无力 于是对着秘书长说了一句 释放一个罪人 好比关押一个无辜的好人 因为法律是用来保护 无辜者不受刑法 秘书长听后无法做出判断 打算做出第三种处理方法 终结此案的审理 却不想法官并不接受这个理由 因为最新的进展 是父母谋杀案 他打算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 继续审判 这个决定震惊了所有人 审判结果出来了 父母都被定罪 判处终身监警 案件结束了 电影没有结束 结尾是一家三口过生日的场景 仆人在一旁看着 他早已将14岁的女孩 也当做了自己的女儿 VCR里记录的是 女孩的笑颜和父母的爱 但一切的温馨 都在那个罪恶的夜晚 这底破碎 一个起源于罪恶的案件 最后延伸至社会和阶级的罪恶 最终无辜之人受罚 有罪之人 逍遥度日 这一次公平和正义不仅迟到 而且缺席了 好了 本期的貂蝉聊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